有很多网友朋友问我 说西班船长 你肯定是有个团队的吧 你的航海视频制作都挺精良的 那背后一定是有个团队支撑的吧 在这里我说明一下 我没有团队 就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我是从2020年4月份 开始制作第一个航海视频 然后呢就成为了一名航海类的博主 那到如今呢 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前前后后一共发布了140多条视频 在这里啊 非常感谢网友朋友们对我的厚爱 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 这一期我就把如何制作自媒体视频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答谢网友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跟支持 今天我就以制作一个传播进出港 我们以这个内容为主题 为例 我们从素材的收集文案编写 到后期的剪辑制作录音配音 再到影片的完成导出 以这个为例呢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那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呢 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 公寓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我们先来看一看使用哪种拍摄设备和影片编辑软件 目前视频拍摄的主流设备有GoPro运动相机 Insta360全景相机和大江口袋智能相机这么几种 那这些设备啊就各有特点 比如说GoPro相机适合拍摄运动和动态影像 超级广角和增强防抖效果 画面呢非常清晰稳定 适合拍摄运动和室外场景 Insta360呢功能比较全面 可以进行全景拍摄 各方面呢都有所兼顾 比较适合拍摄室内的场景 大江口袋相机呢 小巧隐蔽 比较适合拍摄公共场所或者是人物的这场景 其实如果我们不追求极致效果啊 这几类相机呢都能满足我们的这基本需求 善于使用的话差别并不是很大 我个人使用的是GoPro系列 目前我使用两台GoPro 一台的就是用于延时摄影的拍摄 另一台呢用于拍摄日常的场景 如果这两台都被占用的话 那我就再使用手机再拍摄补充画面 这里需要注意啊 我们使用手机拍摄的时候 尽量把手机横过来拍 要增大这拍摄的视角 当我们拍摄船舶进出港影片的时候 一般我们需要用到两种拍摄模式 一种是延时摄影 另一种呢就是普通影片的拍摄 我们拿GoPro相机来说 当进行延时摄影的时候 我们先要把它调到延时摄影的模式 这里建议呢打开超级光角 把拍摄时间间隔设为最小 也就是0.5秒 分辨率1080即可 4K的太大了 当我们编辑影片的时候呢 它对电脑的这个配置呢 要求比较高 当我们拍摄延时摄影的时候 我们要把GoPro相机调好角度之后 固定在某处拍摄 比如说我要拍摄穿头方向 那我就要把相机捆绑固定在栏杆上啊 防止它滑落或者是抖动过大 这样拍摄出来的效果呢最好 一般来说一块电池拍摄延时摄影呢 它可以工作两个半小时左右 我们用两块电池这样轮流使用呢 每两个半小时更换一次 完全能够满足长航道 进出港 靠离搏啊这些拍摄任务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延时摄影拍摄出来的效果 然后就是普通影像的拍摄 那我们把GoPro呢 就调到视频这个模式 打开右侧的增强防抖 分辨率调到1080跟60赫兹 镜头呢使用超级广角 一般来说呢 这种模式就是完全能够满足各类场景的正常拍摄了 在视频模式下 一块电池可以连续拍摄40分钟左右 这个我们也要心中有数 另一方面呢 就是拍摄时的运镜技巧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新手在拍摄的时候呢 非常喜欢频繁的运镜 当这个镜头还没有充分拍摄完毕 还没有进行充分停留的时候 它就一镜到旁边上下左右 这样它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就看起来犹豫不定 有一种偷晕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拍摄的时候 尽量对一个画面进行充分的拍摄 我们要充分表达出你当前所拍摄的这个画面 你想要表达出来的意图 之后呢 再移镜到别处 在非必要的情况下 尽量避免短时间内连续运镜 你像这种快速一镜的拍摄手法呢 一般在电影当中就用于非常紧张刺激 或者一些紧急的场景 比如枪战啊 打斗啊 惊悚啊 或者灾难天啊 等等 所以让观众呢 快速带入到这场景当中啊 有一种情境其境的感觉 肾上线激素飙升 更增加紧张跟刺激感 在我们的日常拍摄当中呢 我们是不需要这样表达的 下面来说一下影片编辑软件的选择 影音编辑软件有很多种 我们都知道最专业的就是PR AE跟会声会影 这些功能超级强大的专业影音编辑软件 但是这些软件上手难度非常高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才能掌握 另外呢 还需要下载各类插件 增强功能什么的 对于新手呢 它不是很友好 我们需要的是一款简单易学 各种功能都有 但是又无需特别强大 能够满足日常的影音编辑就可以了 关键是上手容易 操作简单方便 我们需要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软件 所以类似简映这样的视频编辑软件呢 就应运而生了 说白了 这种软件其实就是PR或者AE的最基础模式版 纯粹就是为了降低视频编辑的门槛而开发的 我们稍微摸索一段时间呢 就可以轻松的上手使用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简映这款软件 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对视频剪辑的日常需求 关于简映的一些使用技巧 我会在后边呢 再给大家介绍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款图像编辑软件来配合使用 因为有的时候要进行一些图形处理 照片编辑等等 同样我选用的也是美图秀秀这类简单易用 又不是太专业的图片编辑软件 好 第一条关于设备和软体 我们介绍完了 来看第二条 构思与文案 当我们想要制作一部传播进出港影片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整体的构思 需要我们列出提纲 然后根据提纲一条一条去编写文案 找到我们收集好的相应的各种影像资料 配合文案的顺序 简辑成影片 再在其中呢 加入各种渲染跟特效 这样呢 一部完整介绍传播进出港的影片底稿 就制作出来了 构思与文案是最为重要的 它是整部影片的基石 我们要用拍摄好的影像资料去对应文案 而不是我们去看视频 看资料才去写文案 构思与文案 其实就是类似于电影的剧本 我们是根据剧本去拍电影 而不能反着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留下来的部分文案的底稿 好的 第二条我们讲完了 那我们进行第三条 素材的收集 关于素材的收集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影像的录制 影像录制包括固定角度的延时摄影 和手持相机的现场录制 我们要尽量多录制一些内容 多收集周围各种场景的变化 多捕捉一些可能会被我们利用到的 有价值的咨询 有的时候一个几秒钟的镜头 可能是我们十几分钟 甚至几十分钟的录制 才能捕获得到的 另外要特别注意 在拍摄的时候 尽量避免对着人物拍摄 尤其是饮水源 我们要事先争得同意 询问是否可以拍摄现场场景 同意后我们再拍摄 即使是争得了他的同意 也不要对着人家的脸猛拍 不要让人家反感 我们可以采用远距离镜头拍摄人物 或者在人物身上短时间停留 然后缓慢划开镜头 这样的拍摄手法 去拍摄包含人物的场景 另外我们也可以采用在固定位置 最佳的角度去架设相机 采用固定式机位去拍摄 等等这些录制的技巧 关于延时摄影的机位选择 我个人认为 架设在驾驶台罗精甲板上 栏杆的正中间 朝向正船头这个方向 就这个位置呢 较为合理 视觉效果也最为理想 另外像GoPro这类室外运动相机 它的防水防尘做得是非常好 无论外面刮风还是下雨 我们都无需担心它的工作状态 放心的让它在那里去拍摄就可以 好我们继续 下一条需要注意收集的素材啊 就是相关港口方面的各种资讯 例如说港口的地理环境 水文条件 潮汐流水 天后特征 把这些信息编辑到影片当中 让影片中的资讯更加丰富 内容更加丰满 另外我们要注意收集 驾驶台的各种行情参数 各种视角下的场景变化 尤其是一些特殊行端 例如急弯啊 掉头区等等 关于素材的收集 最后一点呢 我们要注意收集一些可能用得到的影像素材 比如说VTS信息 还有饮水信息 托轮信息啊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有可能用得到的 我们要注意收集这些素材 另外还有我们自己的经验之谈 都可以融入到影片当中 接下来呢 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影片编辑制作的一些技巧 我们打开简映软体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如果我们想要进行新视频的制作 就点击上方的开始制作按钮 这时候里面还是空的 我们先需要导入素材 按左边的导入按钮 就会出现文件夹 那么选择文件夹 选择需要导入的视频 比如这个 过巴拿马运河的视频 我们双击选中的视频 就导入到媒体库中了 我们再导入一个视频啊 我们把这两个视频呢 给它连接起来 看看是怎么做的 用同样的方法按导入 然后双击所需的视频 那这样呢 就有两个视频存在媒体库中了 我们按这个小加号 就可以加入到轨道 或者说我们直接拖动视频 拖动到轨道里都可以 同样我们把第二段视频呢 也加入轨道 把它排列在第一个视频的后边 这样这两段视频呢 就自动连接到一起了 我们现在拖动时间轴 快速浏览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们看啊 无缝连接效果是不错的 但是啊 我们发现 我们并不需要这么长的视频 前面有很大一部分呢 并不是我想要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进行视频裁剪 比如说 我想从这里啊 从这个甘巴小镇这里 开始我的视频 那我就先把时间轴移动到 我想要开始的位置 然后我按左边这个切割按钮 或者说我直接从视频的开头 拖动视频到时间轴这个位置 进行切割 同样这两种办法呢 都是可行的 但是我建议新手的话呢 还是点击切割按钮 进行视频分割 然后再删除不需要的部分 就是前面这部分啊 如果直接拖动这种办法呢 可能新手掌握不好 这样视频就剪辑好了 我们的新视频 就是从我想要的 甘巴小镇这里开始的 接下来我发现 视频的播放速度太慢了 我就想让它快一点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选中视频 然后点右上角 点击变速这个按钮 我们打开之后 会发现变速有很多的倍数 我们是可以任意调节速度的 我们可以调慢 也可以调快 那我们现在选择五倍速 同样把下一段视频 也调成五倍速 然后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 好到目前为止 我们掌握了视频导入 视频连接 快速浏览 视频裁剪 以及视频调速这些功能 恭喜你 现在你已经入门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 稍微复杂一点的操作 我想在这两段视频 这个传播航行的 这个主画面当中呢 加入电子海图的动态影像 同样哈 我们先导入 这段航程的电子海图影像 一样把它添加到轨道上 这时候要注意 我们添加这段电子海图的影像呢 我们不要把它排列在主视频后边 而是要把这段影像放到主视频并列的轨道上 上或下都可以 就是说和它重叠 这时候我们又发现问题了 电子海图的影像把主画面完全都遮挡住了 我们要先对电子海图档呢 进行裁剪 剪去黑边等不需要的部分 我们按左边的裁剪 这个按钮进行裁剪 裁剪好之后 我们发现电子海图的影像还是比较大 需要我们再次进行调整 把鼠标移到画面的右上角 或者是任意一个角上都可以 按住鼠标左肩 这样呢就可以对画面进行任意大小的调节了 而且还可以任意移动位置 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 既能兼顾到主画面的完整性 又能清晰的看到电子海图的影像 放好之后 还又发现新的问题了 电子海图的影像呢 跟主画面是不同步的 所以我们要先对电子海图的影像进行切割 让电子海图的影像呢 也是从甘巴小镇这里开始 让两个画面的初始位置都是一样的 都是同步的 然后对电子海图的影像的速度进行调整 这里有个小技巧啊 因为我们的其实点是同步的 那么我们再找一个点 另一个有一个显著特征的这个点 我们往后看 你比如说这里有座大桥 当大桥经过我们头顶的时候 电子海图的影像呢 也刚好经过这座大桥 我们一点一点的去调整速度 最终呢达到同步 也就是说当这座大桥刚好过我们头顶的时候 电子海图的影像也刚刚好 你看经过这座大桥 这样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画面呢就都能够完全达到同步 好到目前为止我们又学会了两个技能 画中画的技能和同步的技能 然后下一步我们加入一些文字说明和特效进行渲染 还是这座大桥 我们先加入一些文字说明 左上角啊这个文本这个按钮 我们点击就出现一个你看默认文本 我们可以点击啊就添加文字 或者下面有文字模板 我们从里面选一个适合的啊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点击默认文本 然后输入bridge 文本输入好之后 就可以编辑文字了 我们加上颜色啊效果啊什么的 选好之后呢 我们把文本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我们再来做一个效果 我们加入箭头和指向大桥 在左上角的这贴纸这个标签里 我们点击进入 然后输入箭头回车 这时候就出现很多类型的箭头 供我们选择使用 我们随便选一个吧就选这个 我们点击蓝色的小加号 加入到轨道当中 然后我们调节箭头的大小和位置 让文本通过箭头来指向大桥 那这样呢这效果就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再加入一些特效 左上角特效这个标签 点击进入 里面有很多特效供我们选择 同样我们随便选一个来看看效果 效果呢是这样的 然后下一个标签是转场功能 就是让两段视频中间 有一个转场效果 那这画面切换呢 看起来就不显得那么突兀 这种效果只能用在两段视频中间 一样我们选一个来看看效果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功能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共同创作的 这段合成视频的完整效果 这样呢前四条我们一一都介绍完了 来看第五条 语言字幕和视频导出 开始我们就说了 文案写好之后啊 我们要用语音音频的形式去制作视频 然后再生成字幕 我们使用语音话筒 这样的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来导入一段音频 然后把音频生成字幕 大家好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项内容 动态进港指南的影片制作教程 为了方便快捷 我们只把第一句话生成字幕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好 下面我们进行下一项内容 动态进港指南的影片制作教程 最后我们再检查一遍 修改错别字 检视整个视频 最后导出 按右上角的这个导出标签呢 导出视频 好的 关于自媒体影音制作的经验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航海同仁 能够加入进来 共同宣扬我们的航海文化 传播更多的航海知识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船员这个特殊群体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